好 下来我们来跟进 在印尼沼瓦省展玉县 星期一发生5.6级地震的最新进展 而根据印尼抗灾署负责人向媒体通报 截至星期二下午 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了268人 超过1000人受伤 另外还有151人失踪 这次的地震已经有超过46000间的房屋遭到损坏 接近6万个居民被送往安全的地方安置 数百名孩童被送往当地的医院 接受治疗 在268名死者当中 印尼当局已经确认了122人的身份 由于还有151个人失踪 因此死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此外地震也导致了当地部分地区断电 加上145次的余震 也都加剧了救援工作的难度 当地的官员声称 未来几个星期可能还会发生多次的山体滑坡 这次的山本就应该会提供举到 两个人不在任何地方 请进入想购壇 空中的圆形 每天员声称